我们现在讲一个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几个画面 像这个是个圆形的画面有没有 这个圆形的画面 圆形的画面剪辑 圆形的画面剪辑要怎么处理 然后我们今天在教你 如果你这个圆形的画面呢 这还要加上一个边框 边框 边框要怎么处理 其实不是只有圆形要加边框 我们教你的东西呢 所有的框都可以加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一个部分 好我们现在教怎么样做出圆形的剪辑画面 来做出一个圆形的剪辑画面 来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记得按这个开始 这个也不要挑自动 这个我们讲过了 因为我们小世界有小世界的规格 1080 30P 自动的话就是你第一支影片的规格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按开始 按开始 按开始的时候那个资料夹 刚才我们写进去的东西就会在资料夹 因为那个对我们等一下操作非常重要 好那老样子呢 我们先把两个照片拉进来就好 先用这个照片 不用比较不会 节省时间 好OK好 然后你各位看 我们把照片拉进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让你调整大小 如果你这个东西很需要的话 那你也可以按Shift键 按Shift键呢 按滑鼠滚轮这个大小就会收放 如果你要很多很多条的话 这样就变得很好用 好 然后再过来呢 视讯 第二条视讯呢 我们再把它抓过来 各位这是图片了 图片呢 预设只是4秒 拉长一点都没关系 OK好 这个地方呢 拉长一点 等一下好处理 就会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圆形的 圆形的画面剪裁 然后我们先把波望头放这边 咔嚓一下 波望头这边咔嚓一下 这个很重要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 Gracimate这个软体 一起去处理 那它的好处跟好处 是可以有很多变化 坏处就是说 你要先决定 我要变化的这个影片有多长 就像我像现在 就先把它咔嚓好 你把它咔嚓好 它的长度就会变成 我们套用那个软体 它的预设的长度 基本上这个概念也很正常吧 所以你就把它理解一下 就会是这样子 OK好 那就点它点它好 那这个其实我们讲过了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怎么样 剪出一个圆形的 圆形的一个状况来 好 然后呢 OK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点它 濾镜 加 在视讯的地方 这一个 这个遮罩 通常我们要把一个照片 做某种剪辑 圆的 方的 正方形的 通常我们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 它会用外挂软体 Gracimate 它就变成非常的好用 它就变成非常的好用 打星星的话 就会到收藏来 那么打开 那一开始是新增 就会是新增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软体 跑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 它这个画面 它直接就 直接就 就灌到下面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一张 这一张照片 好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首先是这样子 我们 我是意思说 要找时间来教这个软体 没关系 各位你先试着按这边 好不好 按1 按1 你档名 档名是1 你一开始 注意它档名是给你 它是1 所以是1 注意这档名是1 好 就是这个地方 就在最底层 好 在最底层的地方 我们来按一个圆形 好不好 然后 现在这一个地方 右下角的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缩小 这个地方可以缩小 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好不好 缩小一下 比较好处理 好 按圆形 按这个最底层 最底层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圆画出来 你如果按Shift键 就会变成正圆 按那个 不是 按Ctrl键 四处镀就变成正圆 基本上是我们要的 好 这个地方是选择 点出来就是这样 有没有 等一下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照片 这个圆所包含的距离 就是被保留的距离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就会被关掉 这个地方就会被关掉 就会被拿掉 所以就看看你的圆要多圆 我们这一颗书要出来 对不对 假设到这边就好 就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我们注意一下 等一下要讲的基本规格 是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圆 旁边有边框 里面这个是内容 要填充 我们先试着让你了解一下 这个概念 我们叫过了 好 我们先按填充好不好 填充你颜色呢 比方说 填充这个颜色 看出来没有 填充这个颜色 那你如果拉到这个 拉到这个地方 A 透明度α 拉到这个地方透明度0 那现在不是透明度 再过来边框 有没有 边框 边框就是这个地方 首先看属性 宽度只有1 对不对 你可以一直往上加 你也可以挑颜色 那我们等一下 因为要交给它边框 所以我们边框 先跟它设定为0 好不好 因为等一下还要加边框 嘛 我们一刚开始呢 设定就是跟它0 注意哦 边框是0 这边还看得到没关系 那是电脑 像你看到的 电脑是边框是0 0颜色就不用管了 填充我们也有跟它颜色了 那这个也是255 对不对 各位没看到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 注意 为什么下面的照片跑出很重要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注意哦 移动是按这里 按这里才会移动 移动是按这里 好 各位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储存 文件退出来 退出哦 退出 看到没有 这个原本的照片 这个原本的照片 刚才我们这个圆圆 刚才我们那个圆圆的 是不是这样画 被画出来的地方 就是要保留 被画出来的地方 就是要保留 懂吗 被画出来的地方 就是要保留 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呢 就是把它刮掉 因为一刮掉 下面的就透上来了嘛 这是我们最基本做图片剪辑 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一个圆形的画面 就剪裁出来了 其实圆形的画面要剪裁出来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我们现在这个静态的 我在教你 怎么样做动态的好不好 我们教你怎么样做动态的 动态的 哇不得了 来看一下动态的 怎么处理 好来 一样点它 按一下你的滤镜 这个打勾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滤镜有了 这一次呢 我们编辑就好 刚才是新增 对不对 刚才是新增嘛 这一次我们不是新增了 这是编辑 因为这个是E嘛 没有 那E 还记得吗 党名是E嘛 编辑就好 所以你可以一直在编辑 一直在编辑 一直在编辑 没关系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要做动画 右下角这个地方缩小 这样你比较好处理 缩小 动画怎么做呢 它我觉得 Shotcard跟Gracimate配合起来 真的是超赞的 如果你会用的话 真的可以超越太多太多 上用的软体 因为它的变化很 很自由 不像很多张爱软体 它之最好 是因为给你很多模板 很多用好的模板 你把模板丢进去用 刚开始好像很high 模板很省事 但你其实比较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东西就可以有比较好想法 那当然就是你要学多一点 概念上的操作 不过你是新闻系的 你是专业的 你本来就要会了 好 我们来看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一个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个地方叫记录 首先我没跟它记录 没看到这个黑黑的 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里 记录它 记录呢 记录按下去的时候 把它拉到0 就是说 OK 对不起我按错了 要按这个躲圆形 看到没有 要按躲圆 我就按错了 躲圆好 好 记录按下去了 躲圆先把它拉到这边来 换句话说 一开始呢 都没有遮到什么东西 也就是没有东西被保留 懂吗 一开始都没有东西被保留 这个画面都没有被保留 然后我假设 我假设到45秒 到这个地方 到45秒就好 我打到45格 我在这一格的时候 点它 这时候呢 你再把它拉进来 就会产生变化 有没有 好 在45格的时候 拉进来 这样变化就好 那之后的呢 反正你也不想变了嘛 就不用管它 懂吗 换句话说 你那个格 45格 再移动它 它就会产生变化 有没有 这个动态有没有很好做 好啦 就不要了 关掉 然后你可以放到0 播放一遍看看 咦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播放一遍是这样子 再播放一遍 咦 各位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吗 被它遮住的地方 被它遮住的地方 就是会呈现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没有呈现到过来 它就会慢慢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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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没有 是不是很棒啊 是刚才那样子 我们在45格的时候 就跑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是保持不动 就只是要这样子嘛 好 跑出来 有没有 其它就保持不动 那现在难是难在 老师我好想这边跟它加边框 怎么办 加边框其实在 影音处理软体 相对的反而不好处理 但用GlashMate就非常棒了 怎么样 怎么样加边框 来各位我教你了 我教你了 先把这个东西再多一个什么 再多一个视讯 好不好 再多增加一个视讯 好 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 各位 我们先点它 好不好 这里 这里是点点它 刚才我们是不是 有这个GlashMate 点它 对不对 点它有遮罩 对不对 好 一样我们再编辑一次哦 注意它的档名是1啊 写在这边给你看的 再编辑一次 它会把它的1叫出来 也就是刚才 刚才我们 圆形的弄好了 而且 那一个可以移动的 那个都调整好了 对不对 当你调整好的时候呢 你其实也不用动它啦 你是把它叫出来嘛 对不对 把它叫出来嘛 挑战好了之后呢 文件 另存新档 懂吗 你就先看我怎么玩这个东西 1-1 我们另存新档1-1 存在 存在哪边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开一个档名 在影片的里面 记得存在这边哦 好 存档了 好 那你另存新档之后呢 1嘛 1-1我是另存新档的 就不用了 就退出来 就好 然后现在要干嘛 那各位到我们的资料夹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存 存什么 存 影片的地方 影片 这个资料夹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1-1 有 我们现在要把刚才另存新档的东西 另存新 这是1嘛 1-1 把另存新档的东西抓进来当素材 可不可以 可以 抓进来当素材 这一个素材 跟刚才做什么 做遮罩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因为一模一样 所以我才能够搭配起来 懂吗 我把它另存新档一模一样 所以你这个地方要先做好 你剪裁剪裁好了 互动也互动完 那个动态也动在完 都不要动了 像我刚才那样子一样 像我刚才那样子一样 跟它另存新档 把它做好的东西另存新档 好现在这个呢 把另存新档的东西叫进来 有没有 一模一样 因为我是从这里另存新档的嘛 当然一模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点它 这时候要跟它加边框了 加边框了 什么意思 各位点它 但这一次呢 不是从滤镜 因为这个是直接把档案叫进来 对不对 直接把档案叫进来 直接把档案叫进来 就不是用滤镜 而是用属性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再编辑 再编辑嘛 一支一嘛 编辑 看到没有 缩小缩小缩小 缩小缩小 缩小缩小 右下角这个地方缩小 这时候我们要编辑什么 这个圆 这个圆 你看哦 这个圆 点它 这个圆 我们把它的什么 填充把它变成0 然后呢 描边 属性 跟它加到8或9 看看你要多出 9好了 颜色 给它一个 红色好了 不要呛 不要响眼 点这个地方再点这个中间要点 点这里 就是这个红色 或者这个地方 这个红色你要不要 9是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不够 再拉大一点 11 12 边框就这么强 就是这样子 里面的颜色不要了 边框让它跑出来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存档 存档 文件 退出 各位 好 就跟它儲存了 没问题 各位你知道什么原理吗 再看一遍 你们搞出来 是边框跑出来了 其实也很简单 我在这边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圆形 跑来跑去 然后我把你做好的圆形 跑来跑去的东西呢 另存心档叫过来 然后在它的上面呢 在它的上面呢 把里面的颜色去掉 把边框加进去 因为我是从这里复制来的嘛 所以两个会一模一样 所以跑起来就很顺 那我如果把中间这个关掉 各位 我如果把它关掉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 其实就是那个圆圆的边框在跑而已 没有 其实就圆圆的边框在跑而已 就圆圆的边框在跑 那只是我刚好跟下面的配合 下面的是什么 下面的是被割掉了 对不对 这两个配合 希望你有看懂 这两个配合 就会造成一个 好像画面可以剪裁 又加上边框 换句话说 你先用这一个做 用先这一个做 按那滤镜 有没有 这个做完之后呢 这个做完一嘛 对 然后校区上 刚才教你一样 跟它另存心档 把它的档案 另存心档 就变成一之一嘛 好啦 那如果我另存心档之后呢 另存心档 把它从资料夹叫进来 把它从资料夹架进来 然后就直接拉到这里来了 然后再按它 再按属性 再跟它改 改什么 把这个拿掉 把内容这个地方 这个透明度变透明 然后边框加进去 这两个要配合的很好 这两个要配合的一模一样 那这两个配合的一模一样 怎么操作 我有教过了 我有教过了 理论上是这样子 你按这个地方 播放头会跳到这里来 所以你把它抓进来 跟它播放头配合就行了 所以你看有没有 就出来了 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 对 就会是这样子 有花 然后还有你要去注意的风景区 对 那这样子就一个什么 圆形的剪接 再加上边框 有边框的圆形剪接 用grashmate 其实就可以做出 有边框的圆形剪接 即使是互动的 你也不会怕 那当然不是互动 就更简单了 直接做就行了 好 我们希望交到这个地方 这样你会懂 就是我们现在要交的这个部分 圆形的 圆形的剪接 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交 再交其他的 我们这一个圆形的剪接 画面的剪辑 先交到这边